在金国管理学院专业教练从旁协助指导下 七八十岁的高龄长者利用各种健身器材 练习身体手脚和关节等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 一段时间下来强化肌肉力量 也改善了身体因为老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 来这边俱乐部这样慢慢的运动之后 是不是对您觉得对您的肌力方面有比较显著的帮助 我觉得非常显著 因为过去我也有运动 常运动 可是我觉得有那个老师教练在教完全不一样 因为运动还是要有技巧 要有方法 知道怎么训练 所以他教的那些动作 做了以后很明显 本来我是手肘的关节 膝盖的关节 都会很容易痠痛 早上起来每天都卡卡的 做了以后非常轻松 就是有很明显非常明显的改善 许多银法族 特别是高龄长者经常因为激励退化 导致许多问题发生 机动市议员联恩典 看见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特地写计划 向卫福部争取预算 并且和暖暖区定祥 与长冯瑞之一起合作 利用暖暖定祥 里面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设置全市 第一间银法健身俱乐部 购买适合 老人家运动的健身器材 并且聘请专业 教练到现场指导 长者们增强的激励也改善身体 这些健身器材不但供应我们 还有教练的费用 这个也资助我们 这次在申请案件中 这也有一百万的经费 然后来协助我们成立 当你借着这些的运动器材 特别是再加上 教练专业的指导 在你某一个方面 比较不足的地方 他可以来补助我们 让我们的肌肉更强健 我相信你有好的肌肉 好的这个角力 你就会想要去做些事情 或者是走到哪里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 这个来申请 这个跟普通 你只有走走路 快走 或者是爬山 或者是你做一些健身操 健康运动 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有专业的老师来协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部位都能够增强 这是我也在这里鼓励我们年长的好朋友 我们这是免费的 如果像现在 你如果要到健身房去 每一堂课将近 就是要三百块 我想你来我们这里上一堂课 你就赚了三百 联恩典议员大力的争取下 我们定想这里设立了 基隆市第一个银法族的健身俱乐部 很希望长辈们能够好好利用这边 每个礼拜一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 礼拜二一点半到三点半 礼拜五的八点到十点 这边有专人在指导 欢迎长辈们一起来利用 强迫我们的 强健我们的体魄 陪同家中长辈来运动的一位家属 特别感谢联恩典议员 让家中长辈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健身运动 改善晚上贫尿的问题 联恩典听了很高兴 也很欣慰表示 目前已经请专业教练培训里内志工帮忙 希望可以扩展俱乐部开放健身的时间 帮助更多银法族长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